開箱囉! 首先感謝我是台灣人大大 在粉絲團上分享的精彩文章 台灣為什麼是中華台北? 說出了歷史課本都沒有教的事實 再經過我是台灣人大大同一師 開箱決定要開箱 夢境十路之毛怪與策倫餅 在開始之前先讓開箱的聲明 這一切都是夢到的唷! 夢境先從有台灣人參加奧運開始說起 出生於台灣日治時期的張興賢 代表日本參加1932年的奧運 是第一位參加國際奧運的台灣人 而當時台灣還是日本統治 所以1932年、1936年的奧運 台灣代表日本參賽 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台灣被中國接收 而策倫餅被毛怪趕到台灣 所以1952年奧運時 國際奧會決議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兩個中國一起參加奧運 但此時策倫餅大喊了一聲 因此退出了當年的奧運 藉在1956年的奧運 換毛怪有樣學樣的說 我才不切錯兩個中國呢 所以這次又換毛怪退出了奧運 此時國際奧會心想 擊掰了 一下策倫餅棄賽 一下毛怪棄賽 忍者龜頭都痛了啦 所以為了解決兩個中國不斷棄賽問題 在1959年的國際奧運年會中 要求策倫餅改稱為台灣或是福爾摩莎參加奧運 但策倫餅卻極度反抗地說 台灣裡面又沒有中國 我不要在台灣啦 所以策倫餅除了在1960年、1964年、1968年 都以台灣的名稱參加奧運之外 也同時舉牌抗議了台灣這個名稱12年之久 而這一抗議也的確有了成效喔 在1972年的奧運 國際奧會同意策倫餅以ROC縮寫參賽 只可惜好景不長啊 1971年聯合國決議只承認一個中國 策倫餅退出聯合國 所以在1976年奧運時 國際奧會再度要求策倫餅將參賽名稱改回台灣 主辦單位加拿大也要求必須用台灣才能入境 自覺面子掛不住的策倫餅一氣之下又棄權了這一季奧運 此時國際奧會心想 哥給你叫台灣你也不要 不是抗力就是棄賽 給你叫中國 勢力越來越大的毛貴又不會同意 乾脆台灣跟中國 參加幾座三料牛丸算了啦 於是國際奧會在1979年決議 China與台灣各取一半一一之後 Chinese Taipei將成為策倫餅之後的參賽名稱 而這個名稱毛貴覺得 Chinese Taipei 中國的台北不錯喔 而車輪秉也覺得 名稱裡有個中國欸在哪 於是最後雙方欣然同意 並且於1981年 車輪秉也在瑞士簽下了同意協定書 之後中華台北這四個字 也成為台灣參加任何國際場合的稱號 而且一用就是30年 也成為毛貴打壓台灣主體意識的最佳手段 無論當初車輪秉放棄台灣稱號 而選擇中華台北 是被迫還是賭氣 是正確還是錯誤 你我都改編不了這個歷史下的事實 但我們知道是 越來越多台灣人開始疑惑中華台北這稱號由來 連CNN也報導過相關的報導 但是小朋友問大人 問老師 甚至翻開歷史課本 都沒有人告訴我們 中華台北的由來 台灣過去代表過日本 代表過中國 又代表過自己 現在又代表中國其中一個城市 變化無常之間 你我都不清楚 我又代表誰 也許這就是你我可以深深思考的重要問題 最後如果說 一個人的價值 在於他的才華 而不在於他的意識 所以 無論你叫什麼名字 只要你找到自己的厲害之處 並且用力的綻放光芒 那麼 你在別人的心中 都叫做第一名囉 突然間開箱人就變下請了 並且再次感謝 我是台灣人大大 分享的精彩文章 相關的文章連結 可以是影片的說明觀看 今天的開箱到底結束 趕快按下訂閱 或到朋友視角按讚 那我們期待下次更精彩開箱吧 掰